对我个人来讲 那不是我表演状态最好的一次表演 就在硬写 真的 你要写十个段子 我觉得九个没让大家观众笑的话 我还挺高兴 我就觉得以后不用再试这九个段子 开始根本就没想到特洋秀能活起来 欢迎吧 欢迎一下 慢点 这次来大洋洲表演 就是感觉到大洋洲有多大 七个城市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 就一直在演 所以我也很兴奋 我觉得疫情期间确实让大家意识到 其实人和人的面对面这种交流 有多么重要 之前吧 大家每天做都感觉不到 但是你真正把它切断以后 你才特别想 觉得很重要 脱口秀也是这种 表演形式吧 就是面对面跟观众互动 表演 然后你的反馈都是瞬间就有了 所以就是 是一个特别让人兴奋的一个娱乐形式 第一次我感觉到火是 我在莱特曼演出之后 也很有意思一件事 也算是缘分吧 我当时收到了很多来自澳大利亚的邮件 而且我在油管上的视频 有很多澳大利亚人在底下留言 因为我讲了很多美国宪法里的修正案 后来就发现很多人不明白怎么回事 后来一看这些人是澳大利亚人 也是给我发了很多邮件之类的 所以我那是第一次知道 还有澳大利亚人也看莱特曼秀 这就在硬写 有的时候是一蹴而就 有的时候一些段子 基本写第一遍就可以了 但大部分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点灵感 你写下了以后还得反复打磨 所以我也是经常告诉 刚开始做这首秀的人 你遇到平时怎么办呢 你就写就是你写不出好的 你能写出坏的 写出坏的也可以 然后你过两个星期再回头看一下 看有没有能够再修改的地方 对我个人来讲 那不是我表演状态最好的一次表演 但是就是看得最多的一次表演 其实所有的人 也许干表演这一行 可能都有这感觉 你自己最自豪的东西 不见得是观众最认可的东西 其实脱口秀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 你看脱口秀技巧的书 就是中文的英文的 还有甚至相声技巧的书 都是差不了太多 主要就是语言和文化环境不一样 以前我记得有人看我在国外视频 觉得你看老外什么笑脸这么低 说几句就逗笑了 其实他们可能看的文字很简单 但他们不知道文字后边的一些文化 文化含义或者文化内涵 他们不太知道 同样的有些老外看见我在国内的表演 他们也觉得 怎么中国人这么容易就逗笑了 因为他们看的翻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 所以就是在哪个国家都不是很容易 对有的是 就大部分都那样 那你怎么处理 这个吧就跟我 所以我的科研背景还是挺有用 因为我在做科研的时候 肯定是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失败的 如果你做一个实验 你第一次就做成的话 那个实验肯定是不值得做的实验 所以一个好的项目 你肯定大部分实验都是在失败 这个脱口秀也一样 你要写十个段子 你去出去试 我觉得九个没让大家观众笑的话 我还挺高兴 我就觉得以后不用再试这九个段子了 发生是我没有想象到的事 因为我是13年回国 那个时候北京是2400万人口 只有一个脱口秀俱乐部 每周甚至每个月才演一次 他们有时候就也没观众 有时候一个新演员上台讲15分钟 也没什么其他演员 从那儿就一点一点开始做 我们开始根本就没有想到脱口秀能活去了 先回想起来吧 把那么多年积累表演办培训班 有了那么多年积累之后吧 才有后来脱口秀 线上脱口秀的繁荣 我就觉得 在海外的华人也好 亚洲人也好 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娱乐形式 而且在海外的华人讲脱口秀吧 中文和英文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刚才 大家总问就是 中文跟英文脱口秀区别是什么 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吧 大家可能对类似的梗 就能够有共鸣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就是不管用中文也好 用英文也好 就是多讲一下 舞台经验是无法替代的 这么谢 当年俾价 这工程都是能够 你说的 各位 这工程中古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